我和肖美琴已经正式登记参选 赖萧佩正式成军 却无法摆脱外界对于这组 最强美国组合的质疑 挺台湾 赖兴德被称为台独精孙 挺台湾走抗中路线 却没再讲台独 前大使借文集分析 像这样意识形态强烈政治人物 恐怕重演当年 美国拉不住阿扁的2.0版 就想要找曾经跟美国关系 这么密切的这个 这个肖美琴 感觉有点想要洗白 在美国人面前想要洗白的感觉 让美国人觉得就是不可信 那很多人说这个赖清德 在美国人眼里 恐怕是陈水扁的2.0版 可能带来最危险后果的一组候选人 赖交配成了60唯一的选择 这是要破除美方的依赖论 也成为确认继续 蔡英文路线的保证 像一个优秀的女外交官 未来就变成是 赖清德的阴影 赖清德的口袋从来没有别人 从头到尾都是赖消配 民进党没有别的人才 民进党没有别的部署 因为美国人对他不放心 因为蔡英文对他不放心 而且肖美琴曾拿绿卡的美国艺背景 对比其中马英九 过去被质疑说对国家不忠 岂不是双重标准 在这个部分真的双标非常严重 我想对于国民党过去 这个马英九前总统 他在读书时候所申请的绿卡 竟然在几十年以后 参选还会被民进党拿出来挑毛病 英文总统的家族里面 有不知道多少是美国人 所以民进党可以 但是国民党不行 小美琴是美国人 等于美意 美国人来选我们的总统 副总统 这个东西民进党都不讲话 也觉得说可以双标到这个样子 美国即使挺台还是卖台 套在不同人身上两样情 无论是小美琴还是蔡英文的阴影 或是美国的监军 都是赖青的回避不了的危险话题 建国向佳于台北落导